大家平安 欢迎继续跟我们一同来阅读圣经 我们今天来阅读撒加利亚书第13章 这一章很短只有九节的经文 那么当中所谈的也是一个比较末后 比较中末的一个的愿景 当我们在阅读撒加利亚书的时候 或许大家已经有注意到这卷书的内容了 其实跟主耶稣基督或者跟弥赛亚 是有很密切的连接 除了在之前我们读到 这一个的君王 未来要进来的君王要骑着驴居子 我们就想到在中苏主人的时候 耶稣就是骑着驴居进入到耶路撒冷 还有我们看到在前面的经文 有提到30块钱 姚将这些这样子的经文 我们想起耶稣被出卖的时候 犹大就是得到那30块钱 当耶稣这个30块钱 犹大他要后悔的时候 他走去上吊自杀 他就把那个钱丢在圣殿 那么新约的经文就引用了 撒加利亚书这个段落 昨天我们也看到先知他形容 这一些的以色列人 将来要仰望那被炸的 也就是他们所刺透 所炸的那一位 那么这个经文也是应用在 信约耶稣基督的身上 当他被挂在木头上 挂在十字架 经文就提到他们那些的人 去仰望这位的救主耶稣基督 那今天我们看到的这段经文 其实也有很多历史这样子的表达 比如说这一个有权缘 在第一节就提到有权缘的涌流 然后在第七节讲到说 上帝要攻打木人 这一个木人就四散等等 那这些的经文其实在信约都大量的被引用 而且放在主耶稣基督身上 我们就看到这卷的书 从信约的作者 怎么样的引用的角度来看 我们就发现到这卷的书 其实要提到的 很多要连接到耶稣基督的救赎工作的当中 第十三章这里继续谈到那日 我们再谈到说 这些的耶和华的日子 那日其实都有一个比较中末 的那一个面向 经文说 在那一日 因为有罪恶跟误会的缘故 要有一个权缘 为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而开 很明显是你的权缘 是指要洗尽罪恶 因为前面讲到有误会有罪恶的原因 那上帝要开一个权缘 这个权缘要能够赦罪 但是这一个的权缘的打开 那也需要面对 或者要服上上帝本身 要服上许许多多的代价 在这段的经文当中就给我们看见 在经文说到万全之耶和华第二节 他说在那一日 他要减除偶像 使他不被纪念 然后也要使这地不再有先知 也不再有误会的灵 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为什么这地不再有先知呢 那我想当先知 偶像 误会的灵放在一起的时候 很明显 这里的先知 应该就不是那真正的先知 这里的先知是指那假先知 假传预言的这一些的先知 换句话说 偶像 假先知 跟污秽的灵 有一天都要被剪除 到那一日 要完全的被剪除 从信誉的角度来看 我们就知道 那是指 耶稣基督完成救恩 而且在引进上帝的国 来到最后的日子的时候 那这一些的地上的罪恶 都要被剪除 哪怕是偶像 偶像就是 一开始 或者是人类 一直错误 敬拜上帝的一个的罪 然后呢 这一个的先知 被用来宣讲 用来假传信息的这一些 也要被剪除 还有邪灵的工作 也要被除掉 那经文说什么呢 经文说 这一些的 那个焦点 就放在这个假先知身上 有人 如果说预言呢 他的父母要对他说 不得存活 我们看到在旧约 其实很多的经文 在墨西五经的律法当中 其实也是有这样子表达 如果有 这一个的孩子 有儿女 他们是拜偶像 他们违背上帝的律法 父母要为他们带来 严厉的审判 或者严厉的惩罚 因此在这里 其实这一种的表达 是跟墨西五经的精神 是很符合的 虽然我们不确定 有没有父母真的这样子做 毕竟这是一个 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父母怎么能够 亲手杀掉自己的孩子 那是不可能 似乎不可能做到的 那么这个律法本身 没有被强制的应用 但是它可能也带来恐吓 要表达那种的严重性 如果孩子的犯罪 离弃上帝 传讲偶像的信息 假的预言 那么其实这是非常严重 注意要面对死亡 这样的一个情况 只是有没有执行 那个导圣经没有说到 太过清楚 到底有没有人这样子做 但是这一条的条例的定下来 就想要让人看见 那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 那放回到今天的我们 我们对于现在犯罪的事 传讲错误的信息 传讲偶像的信息 传讲邪灵的工作 那么我们还有没有 很严肃的去看待呢 那其实按照圣经给我们看到 这是对一个基督徒来讲说 这是不能够的 如果一个牧师传讲错误 这个偶像的信息 传讲犯罪的事情 那其实是不应该的 那个严重的后果是非常的严重 对我姐妹 但因为我们也能够如此的去 慎重的去看待 我们信仰的传承 当然不要误会我 我们并不是说要除掉 我们的孩子 并不是 我们现在没有杀人的权柄 但是这让我们看到 这一个孩子如果远离上帝 或者我们自己远离上帝 那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 那是跟生跟死有关的 这个事情 不是单单肉身的生跟死 而是灵魂永远灭亡的事情 求神怜悯我们 那么经文继续往下说 在这一个的第七节 上帝讲说刀剑要攻击我的牧人 攻击我的同伴 然后要击打牧人 羊就分散 然后弗必反手击打那微小的 在这里很明显看到有两个 第一就是牧人 第二是羊 牧人被击打 羊会分散 然后那个的诗后面讲到说 要击打那微小的 这个微小的很可能就是指向羊群 因为前面讲要攻击牧人 后面讲要击打那微小的 然后中间就提到击打牧人 羊要分散 换句话说上帝要达到这一个 减除罪恶 减除假先知 减除污秽的灵 这个过程 那么上帝的牧人要被击打 上帝的羊也要分散 甚至在后面提到说 三分之二将会面对损失死亡 三分之一要存留 那么这三分之一经过火 好像念禁他们的 好像赢念经这样的一个情况 而这一群人到最后要求告上帝的名 那听起来就让我们想到什么了 其实如果我们放到耶稣基督的 事奉的生命里头 这就很 其实很贴切 当罪恶要被减除 假先知 邪灵要被对付的时候 那么 上帝的牧人 就是耶稣基督 将要被击打 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 在世界上 来到世上的时候 成就的救恩 他本身需要付上 极沉重的代价 那么当牧人被击打 羊群要面对损失 教会 侍奉上帝 敬拜上帝的教会 我们在这些的日子以来 因着耶稣基督的名 有许多的信徒 有许多的弟兄姐妹 也面对着残酷的 这一个的逼迫 这一个的牧人被击打 是指耶稣基督 羊群被赶散 羊群被击打 是指上帝的子民 对不起 上帝要付上极大的代价 来减除罪恶 今天你跟我 能够认识主耶稣 然后活在这一个 被主耶稣拯救的生命里头 那你跟我 又要怎么样的态度 来去面对这一个的救恩呢 也是帮助我们 不要轻看神说 在我们生命当中成就的 有些时候我们说 恩典是免费的 但是不要忽略 恩典是因为上帝本身 付上了极沉重的代价 感谢主 耶稣从死里面复活 表达战胜了罪恶跟死亡 但愿我们今天 也带着这种 在耶稣基督里面 得胜的精神 这种的渴望 这种的力量 来继续见证上帝 我们同行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 你是爱我们的神 你为我们付上沉重的代价 救赎我们成为你的儿女 我们向你献上感恩 求助这些圣灵 继续不断的帮助我们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